E nume LINE 就我们的职责的角度来讲 我们打造一个比较完整的环境 有些是属于老师主导的城市 有些是属于学生自学的城市 老师的能力自然会养成 然后逐步地去变化 他要怎么去应用这个科技 来协助他的教学 现在的教学都很强调以 学生为中心的部分 就是让学生可以去表达他的意见 用的就是G Suite的一种做法 就是合作共编 一起协作完成这样子的作业 那最后课堂上面多出来的时间 去让我们再进行课堂讨论 在心上这里 它有一个很游戏化的方式 让学生非常有兴趣 透过后端的治疗 可以知道这一题 学生是比较有问题的 Google表达有很棒的功能 就是你可以写讯息给这个学生 我觉得这很方便很实用 资讯环境的进程 其实是很自然会影响到学生 使用资讯设备的一个习惯跟需求 那我们希望透过Chromebook的形式 去做解放它 它在其他领域应该也会用得上 那如果我们解构那个场域的话 让那个设备可以做移动 可能移动到教室里面去 找出它专长 找出它的优势 是教学主要的方向 利用Chromebook 联合它想念的科系 然后再制作成简报 去分析 去探索 去了解科系是不是适合它 那未来它要不要参考念这个学校 云端硬碟共笔分享 它其实是一种数位原住民 是一种习惯 自然的养成 那如果怎么样去组成一个合作的团队 那才是真正竞争力的核心要素